好好的折面墻被凿得坑坑巴巴 连管线都被挖破 一个洞一个洞让李小姐看得头好痛 用土地向银行借了2000万 就想让一家人有个窝 透过认识20多年的老朋友介绍 偏偏遇上装修蟑螂 每个礼拜答应我们要做的事情 都没有如期的去做 然后也没有完工 李小姐满腹苦水 委屈还被好友背叛 第一包建商收了1000多万 却投工减料 第二包建商装修蟑螂 不只借盘营业 拿到工程款还刻意摆烂 而当时介绍的朋友 从中抽取佣金 一只羊发了两层皮 比预期多花了600万元 李小姐一家人决定提告 但被指控了第二包建商 负责人全盘否认 还说自己被施压 然而主宝会证实 这名建商确实有借牌营业 而且不止三重这个建案 过去也用同样的装修手法 在内湖得手1300万 这样的案例其实每个月 都有400件以上 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 来去跟业者做一个对抗 到了法院 对方只要一句 我有动工啊 诈欺就很难成立 珠宝会指出 民众可以透过经济部 或内政部网站 查证建商牌照资格 另外也能透过珠宝旅约 找到优良建商 避免类似案件再度发生 TVBS新闻 于心汉张一坤新北报道